非洲毒蛇的克星 蛇旧的死亡之五杀伤力有多大 黑曼巴蛇都逃不掉 一提起蛇 相信很多人内心都充满了恐惧 尤其是有毒的毒蛇 更是让人闻风丧胆 不过它们也并非无敌 自然界中还是有很多能够将它们制服的动物 在广袤的非洲草原上 就生存着这样的生物 既然如此 那么它们究竟是何方神圣呢 这是一种名为蛇旧的猛禽 属于非洲草原独有的物种 它们与其他猛禽不同的是 相较于飞行 它们喜欢在陆地上奔跑 并且它们的双腿细长 这也是它们在捕食的时候最大的优势 其他猛禽在捕食的时候 都会选择从空中出击 对猎物来一个出气不易 但是蛇旧却恰好相反 它们在捕食的时候 通常都会与猎物在地面上周旋 因此它们周旋时的步伐 也被人们调侃为死亡之物 蛇旧的名字其实就来源于 它们对蛇类的钟爱 栖息地内的大部分蛇类 大多会成为它们的盘中餐 既然如此 那么蛇旧是如何完成它们捕食任务的呢 其实正是因为蛇旧拥有着腿长的优势 所以它们的视野也更为开阔一些 并且身高的优势能够让它们 讲蛇类的一举一动都尽收眼底 所以凭借着自己的大长腿 蛇旧就会将蛇一脚踹得晕头转向 从而完成自己的捕食任务 这样看来 蛇旧却是能够被称为毒蛇的天敌 蛇旧在捕食毒蛇的时候 如果不小心被咬到 会有什么后果吗 在非洲草原上 有一种名为黑曼巴蛇的毒蛇 它们的毒素非常强大 一旦注射到其他生物体内 那么后果将会不堪设想 既然如此 那么蛇旧在捕食这类毒蛇的时候 难道不害怕它们的毒素吗 难道蛇旧还有什么秘密武器 从蛇旧和毒蛇的体型来看 很明显蛇旧处在上风的位置 如果毒蛇想要将自己的毒液注射到它们的体内 就只能从蛇旧的两条腿下手 不过蛇旧常年在陆地上奔跑 上面已经积累了厚厚的角质层 仅凭借毒蛇的毒牙 是没有办法穿透的 并且它们的腿虽然看上去十分纤细 但是却能够发挥出巨大的力量 所以蛇旧在与毒蛇的打斗中 几乎没有中毒的可能性 既然如此 那么当蛇旧将毒蛇吃下后 会不会受到毒素的影响呢 要知道 大部分毒蛇的毒素都需要注射到血液中 才能够发挥作用 所以当蛇旧将其吞下后 只要消化到内没有明显的伤口 毒蛇的毒液就起不到作用 并且蛇旧的胃力有强大的胃酸 能够将毒蛇的毒素快速分解 所以不管怎么看 毒蛇都不会对蛇旧造成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 蛇旧虽然喜欢在陆地上奔跑 但是它们的飞行能力并没有因此而退化 反而比其他猛禽的飞行能力更加强大 既然如此 那么蛇旧为何对奔跑情有独钟呢 蛇旧拥有着强大的飞行能力 为何它们却依旧喜欢在陆地上奔跑呢 其实这与蛇旧本身有着很大的关系 它们虽然能够在空中轻松飞行 但是与其他猛禽不同的是 蛇旧在空中捕猎的能力会大大下降 这是因为它们虽然拥有着两条细长的腿 但是它们爪子的抓握能力并不强 无法做到像其他猛禽一样 从空中将猎物抓起来 所以对于蛇旧来说 这种捕食方式效率太低 因此它们才会选择在陆地上进行捕食 值得一提的是 蛇旧的寿命在自然界中算是比较长的了 并且它们拥有着如此强大的实力 按理来说应该能够让自己安稳地生存下去 但是事实却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蛇旧的生存现状令人担忧 甚至隐隐有了灭绝的趋势 这又是为什么呢 在以前的时候 蛇旧在非洲算是一种十分常见的物种 分布面积十分广泛 不过随着人们对蛇旧的猎杀 导致它们的数量越来越少 再加上人们对土地的破坏 导致适合蛇旧生存的环境越来越少 因此为了防止蛇旧灭绝 早在2012年的时候 非洲就已经建立了许多自然保护区 希望随着人们的保护 能够改善蛇旧的生存现状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对此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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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